民进党持续紧追 侯友宜加索凯旋院议题 党中央开启者会爆料 有低收入户的学生想要输 被带管业者已不是原本的住户而拒绝 不过侯伴就回击了补贴办法早就公布 民进党竟然是拿出学生当打箭牌 而民进党立愿党团也猛轰 新北市温子郡的都市计划 还有自救会成员出面抗议 对此新北市政府就表示 民国104年已经采纳住户的诉求 要民进党不要刻意挑拨 自救会成员好生气 怒批新北市府规划的温载郡重化区 却罔顾他们权益 新装泰山合法房屋自救会 9号上午的民进党立愿党团 怒吼他们抗争多年 曾经几百人去市府门口喊4小时 控诉城乡局收到前情也置之不理 该字就会希望原地保留合法建筑 市府当时已经采纳 请民进党不要从中挑拨误导试听 不知土地开发争议 民进党中央也开纪酒会 再轰侯友宜家族名下的凯旋院 虽然1月8号已经开放低售学生申请补贴 民进党则拿出学生的录音档 说看得到去不到 那个开放申请必须要是我们的祝福 可是有50个空房都是可以开放给低售入户的人吗 你如果还没有来住 你住进来了就可以申请了 预计的可能就是额约会开放看法 这些弱势学生 他们到底要去哪里申请呢 瞒天大谎扯了一堆 侯友宜都在说谎 申请管道 我们在1月5号就清楚对外说明 选择最后倒数 民进党持续猛攻 侯友宜相关争议 记得台北新闻给中共报道